美国国务卿泰立森说他期待前往伦敦的新美国大使馆 全部总统在一个礼拜前拒绝出席开幕仪式 泰立森在星期日将会访问伦敦开始他的8日欧洲之行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泰立森国务卿访问计划当中并没有正式的展彩仪式 泰立森国务卿计划与英国领袖会谈讨论英美两国对世界事务共同关注的问题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取消了2月访问伦敦的计划 他说他不想表示支持搬迁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坏计划 川普总统又说大使馆的搬迁计划是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同意 不过出售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旧指的决定是在乔治布殊总统执政期间作出 主要是由于对保安方面的担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